我在事实中 曾无耻赞扬你 为了 也为今天下午的聚会 在神经祷告 也为自己的心灵 在神经祷告 也为敬拜团队 在神经祷告 求神来到我们的中间 亲自带领 我们今天下午理下的聚会 求神的诸位 能够在这里 使我们成为你的后世 就早已不足 世界的大爱 从事求你 求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心 能够从外面 带见你的内阳 带见你的至圣所 使我们能够与你 并对面的敬拜 主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也借着我们的敬拜 能够带下你的宝座 借着我们的敬拜 使你的宝座 能够设立在我们的中间 让你宝座的荣光 能够充满整个会场 充满每个人的心地 主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是主 一起来天生的势力 离开这里 这里的圣灵 与会场同在 与你记下的敬拜同在 主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如此交通祷告 神奉靠耶稣民求 阿们 现在是今 教会给你敬拜同在 让你们主日喜乐 阿们 看一下生命的人 是不是 大家都平常喜乐 看一下 我们要常常喜乐 我跟他说 要常常喜乐 因为我们的神 他是喜乐的幸福 阿们 敬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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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 心里的忧伤 叫做笑 好 讲上我们的动作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光滑流进我的希望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光滑流进河 头上的乌云 头上的乌云 心里的忧伤 叫做笑 我生命的河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光滑流进我的希望 我要唱他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感到笑 我生命的河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光滑流进我的希望 我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光滑流进我的希望 头上的乌云 心里的忧伤 叫做笑 我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光滑流进我的希望 我要唱他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感到笑 我生命的河 心里的忧伤 叫做笑 我们今天我们头上所有一切的乌云 心里面一切的忧伤 都要全部消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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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允 不 阿 阿� 你 你 我又喜乐 抛开一些忧虑 放下一些重挡 来到祝你面前我喜乐浪怀 拎了变心为主你倒台 思念有风雨 常常喜乐 像我提不住都很苦 相信就能能抚 常常到早 你放不收歌 相信就取起来 封闭地心再次敞开 绑坏一切忧虑 放下一切重挡 来到祝你出外充满 祝你我的力量 祝你我的高抗 思念有风雨 有耶稣陪伴 他永不离开 强盛喜乐 相处高阵 无论环境如何 看下生命的地上 下生命的地上 当你不是有心灵的情 相信就能能抚 尝尝高阵 担心的口 著作是有电视 封闭一扫 中闭 华谷守着 相信就有心灵 相信你手再一次 举起来 封闭地心再一次敞开 好快一切忧虑 放下一切重挡 来到祝你面前 我心灵的怀疑 我心灵的怀疑 你人的心飞出外来温暴 刚愤的云飞出外充满 祝你我的力量 祝你我的高抗 思念有风雨 一路有耶稣陪伴 他永不想接受 小圈的手再一次举起来 封闭地心再一次敞开 抛开一切忧虑 犯下一切重挡 来到祝你面前 我心灵的怀疑 凝囊地心飞出外来温暴 刚愤的云飞出外充满 祝你我的力量 祝你我的高抗 思念有风雨 一路有耶稣陪伴 他永不离家 小圈的手 相信你手再一次举起来 封闭地心再一次敞开 抛开一切忧虑 放下一切重挡 来到祝你面前 我心灵的怀疑 你们的心飞出外来温暖 刚愤的力飞出外充满 祝耶稣陪伴 他永不离家 我们一起拍张 我们要祝个祷告 访世谢恩 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所以我们喜乐是神给我们的旨意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命前 我们要尝尝这一颗喜乐的心 因为我们的神 祂不管在人生的高伤或低谷 祂一直与我们同在 祂靠护我们 阿们 让我们今天再次再次带着一颗祷告的心 来到神的灭情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难处都带到神的灭情 神祂是喜乐的神 祂希望祂的儿女来到祂的灭情 都常常存在一个喜乐的心 让我们再次敞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来到神的灭情 让我们对主说 主啊我们来敬拜祢 主啊我们要常常喜乐的来到祢的灭情 我们要来称谢祢的名 主啊因为祢是我的力量 因为主祢是我的高台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靠着祢 能够勇敢站立 主啊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在人生的高伤或低谷 主啊一直与我们同在 祢一直都靠护我们 因为祢是我们的主 因为祢是我们的救赎主 主啊因为我们知道祢永远活着 祢不但是今天一片钱活到永永远远 祢是我们的救赎主 主啊祢是永活的主 祢是永不改变的主 祢是那一位真实的主 祢是那一位活着的主 主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让我们在信仰里面 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祢 经历祢那永活的主 主啊我们来到祢的命中 主啊我们要来赞美祢 主啊我们要来敬拜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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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一起 我们再次低调向神来祷告 谢谢祢 你也导我们走人生的义路 使我们不再平行其路 说我们一生积极的来 跟水族的脚踪 祢是永活的主 我知道我依旧输着活着 祢是永活的主 当我在生活一世时 祢令我走生一路 我知道我依旧输着活着 祢是永活的主 我做我的人 我知道我依旧输着活着 我知道我依旧输着活着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应收祢的风声之爱 我知道我依旧输着 永活活着 我要想起的那一天 我依旧输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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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依旧输着 我的救赎之爱 所以我依旧输着 是爱 我知道我你教书这勇严获胜 我已不再成全 当好将想起你那一天 我将借他融化直面 我知道 我的教书者活着 他是用我的主 当我在身部迷失时 他领我走成一路 我知道 我的教书者活着 他是用我的主 当我在宽野孤独时 他帮我做我你的人 我知道 我的教书者永远活着 我知道 我的教书者永远活着 我幸不再犹豫 我在每一个日夜中 临受祂的共生之爱 我知道我依旧属着永远活着 我已不再沉睡 当好叫想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祂融化之辈 我知道我依旧属着活着 我知道我依旧属着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忧郁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临受祂的共生之爱 我知道我依旧属着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沉睡 当好叫想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祂融化之辈 当好叫想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祂融化之夜 我们的救赎主 祂都知道祂一直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的神 祂是永活的神 祂不轻易发怒 祂不会离开我们 祂永远看过我们 只要我们还到神的灵情 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 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 祂我们时常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行 我们时常靠着我们自己去做各样的事情 祂我们忘记 祂是那位掌权的神 祂是那位国家的神 祂看顾我们的需要 我们所有生活当中 我们所有的难处 祂祂都知道 祂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祂求祂赐给我们长存着一个永迫的盼望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 祂是爱我们的神 祂我们来到祢的密切 我们要来敬应 我们要来赞美祢 祂要以为我们知道 在地上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是我们所眷恋的 祂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 我们会一天比一天衰弱 我们会老去 我们会筛装 但是我们的神 祂是永活的神 祂祂赐给我们力量 祂一直与我们同在 祂我们谢谢祢 祂我们赞美 祂我们谢谢 祂我们赞美祢 祂我们赞美祢 祝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水 祝你以外 在地上我遍布教授 祝你一碗 有谁能擦到我眼泪 祝你一碗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祝你一碗 在地上我遍布教授 祝你一碗 有谁能擦到我眼泪 祝你一碗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祝你一碗 祝你一碗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祝你一碗 在地上我遍布教授 祝你一碗 有谁能擦到我眼泪 祝你一碗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祝你一碗 祝你一碗 有谁能带给我冷 祝你一碗 祝你一碗 但祝你一碗 是我 祝你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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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意外,在地上我便无讲连 祝你意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祝你意外,有谁能带给我安徽 虽然我的楼梯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 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部分直到永远 虽然我的楼梯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部分直到永远 虽然我的楼梯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部分直到永远 虽然我的楼梯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部分直到永远 这位神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力量 这位神是我们人生唯一的部分 让我们今天带着喜乐的心,带着感恩的心 来到神的命运 我们犯下一起重当,跑开一起的忧虑 无论环境如何,神不会看过 神是我们的力量,也会神是我们的高台 因为我们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祂会,慈安的时候 会带领我们 沿着我们的家带 我们走钱的 kinda,到 上帝带我们一起在生命的道路 阿里 вообще 千万你说的天父,我们感谢 我们子女,祂爱子 它的天生的基督是地上的救赎 在天除你以外,彼虎珍寿 在地除你以外彼虎依靠 唯有祢是我们人生的满足与喜乐 虽然我们的路题 进行的衰退 当然要不爱祢是我们的力量 祢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 祢是我们生命 气息存活 都在乎于祢 圣啊 我们谢谢祢 祢配得我们的屈膝 配得我们全地百姓的大诈美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我们诈美祢 今天我们再次邀请祢 回到我们的中间 求祢大人说再次突出 我们下午的聚会 大人说突出这个讲台 突出你的夫人 使祢能够成为恩典流通的管制 使祢能够把真理不折不扣的 能够示范出来 求祢亲自也与每个人心里俗话 是我们今天的聚会 无论或讲的或清的 同我一个圣灵人堂 是今天的聚会在地如同在天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乍累 同时奉祖的民败坏一期 命运上的拦阻 傻当的一起的周围 离开会场 这你的圣灵与会场同战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乍累 如之 祷告示奉靠耶稣名求 阿们 弟兄弟们请坐 在聚会之前 今天来的 有些人就是 萧有妹姊妹 欢迎大家一起来 欢迎大家认识一下 在神以来 大大的祝福你 在基督里 我们一同走进路 这样的时间 交给蔡首的 好 法国城关教会的家人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祝日平安 阿们 也感谢神的恩敌 那么我们上个 信息的分享 谈到 也是关于苦难的话题 一位寡妇 那是在她的人生当中 是耶稣与她相遇 可能跟苦难也有关系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的选择 有时候我们在 做选择的时候 会非常的困难 因为第一 有很多选择 第二 我们都想做出 那个选择带来的结果 是对我有好处 有益处的 那么今天 跟弟兄姐妹 我们就来分享一个题目 一个信息的题目是 做对的选择很重要 好 我们对旁边的人 说一下这个题目 做对的选择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先读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路德记第一章 那今天我也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跑到路德记呢 实在是我这一周呢 去了西班牙 没有时间准备路加福音的信息了 那这就像路德记呢 这一处的经文呢 是我以前讲过多次的 在敬略教会之情 在别的地方讲过多次 那这次呢再次复习 把他来到合定用姐妹一起来分享 然后这篇信息呢 其实跟上一周还是有灵性的 因为也是跟寡妇有关系 并且是升级吧 是两个寡妇 那我们读一下今天的路德记的经文 我选了一些的经文 我发给你的没有经文 好吧 大家可不可以先把手机打开来 读一下手机的部分 我现在以最快的速度 再发一个给安宁看一下 好 我们 我这个PPT看法能不能赶得上 在我这里还在传 那么我们打开手机的 就可以先用手机来读 我们先读路德记第一章 一到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大家如果有的话 我们用手机 没有的话 坦白六姐妹帮他们找一下 圣经的经文怎么找 好 我想神也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常常没有 让大家自己去找经文 有时候你可能用手机 也找不到经文的可能性也有 好 没有关系 我的PPT已经完毕了 好 我们看第一节 当世事丙正好 一起来读一二三 当世事丙正的时候 我都说有机房子 在永泰等地上 有一个永泰的妻子 和两个儿子往往国亚地去寄居 这些人名叫以令你了 他的妻名叫阿尼 他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杨勒 一个名叫基林 都是有大国立团的 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国立案例 就住在那里 后来达你的战俗 以令你了死呢 剩下父母 一个名叫阿尼 一个名叫陆 在那里 主人 天有十年 满人和基林 二人也死了 剩下阿尼 没有丈夫 也没有儿子 好 我们现在看上面了 他们速度很快 给他们顶上 OK 为什么会没有经文呢 因为我之前的PPT 还没有把经文放上去 我可能已经发给他们了 然后我再把经文做上去 我以为可以了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收到 前面的版本是没有经文的 我们看第六节 一起来读 一二三 他就与两个儿子 起身 要从罗亚地归回 因为他在罗亚地 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 赤你安死于他们 阿尼对两个儿子说 你们个人毁严家去 让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遗世的人 与我一样 让耶和华 使你们各在幸福家中的平安 于是拿尼与他们亲吵 他们就泛生可哭 说 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 为你本 我举号停一下 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他们因为战俘都死了嘛 后来叫两个儿媳妇就回家 然后可以再嫁别人 但是两个儿媳妇说 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回去 那么下面经文我们会跳过来 那么他的有一个媳妇就回去了 他说剩下路德 经此留下来 我们就接着读 一二三 那儿媳妇说 看啊 你嫂子已经回他奔国 而他说 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 不要陈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往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 非识能使你我相依 不然让耶华重重的降伐于我 好 下面二十九节 一二三 于是二人同行 来到伯利腾 他们到了伯利腾 而整个人就都惊弱 夫人说 这是他爱你吗 难以对他说 不要叫我他爱你 要叫我妈啦 因为佳人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地出去 耶华使我通通地回来 耶华降落于我 佳人者使我受苦 即使这样 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尔米呢 然后这里说明一下 拿尔米是因为 发音拿尔米跟马拉是很相似的 拿尔米是甜 马拉是苦 所以拿尔米回来的时候 就不要叫我拿尔米 叫我马拉吧 好 那么这一章结束 我们再读两处的经文是 第二章的 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再读一下 一二三 拿尔米的丈夫 以令女儿的亲户中有一个人 名叫沃阿斯 是个大财主 摩扬一指路德 对拿尔米说 若我满亭进去 我们谁的恩就在神 身后失去卖穗 拿尔米说 女儿啊 你只管去 路德就去了 来到亭均 在收歌的人身后 失去卖穗 他恰恰到了一厘米的 笨重的人 沃阿斯大财主 好 为什么呢 大家读这档经文呢 主要读到有一个字 第三节 恰巧 看到了没有 这里出现一个恰巧 好 我们还有一个 在路德记 也出现恰巧 就再读一下 一二三 沃阿斯到了城门 坐在那里 恰巧 沃阿斯所说的 那致敬的亲属经过 波阿斯说 某人啊 你来坐在这里 他就来坐下 这节经文讲什么 就是波阿斯最终要赎 拿尔和米的土地 要把他买赎 但是还有一个 跟他更亲近的亲属 有权利 新赎 所以他先要奔那个亲属 愿不愿意 所以到了城门口 城门口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 我先说明一下 好 那么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 好 现在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今天 发上去那个人看过 看过就更好 那么这张路德记的记载 我们先说一下 他世纪的名代是在世纪 这一卷其实跟世纪息息相关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路德记的世纪 他的世纪是记载住宅在 称为粮食之家 伯利恒 伯利恒的意思是 粮食之家 那么在这个伯利恒城中的 有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的大家长 他的父亲呢 叫以利米勒 那么他因为说在这里遭遇了饥荒 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说我们就移民 移民移到哪里去呢 移到他们国家的东南面 一个邻近的国家叫摩亚 那么他们都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左右 这家人也包括他的妻子 男儿迷 他还带着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一个叫马伦 一个叫姬林 还有他们来到摩亚地之后呢 这两个儿子呢 也都娶了本地的女人 一个女人叫儿儿巴 一个女人叫路德 但是呢 他们的移民生活并不顺利 也不平安 圣经说 先是拿阿弥的丈夫死了 后来又不幸的是 没有交代 但是呢 我们看看圣经还是有信所的 我们从两个儿子的名字 可以猜测呢 他们是生病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儿子的名字 叫马伦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生病 还有一个呢 他的儿子叫姬林 这个的名字的意思是衰弱 当然 没有人叫衰弱 会取这个名字吗 当然不会 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名字呢 我猜 可能这 残久 残久以来呢 就以他身体的情况来称呼他 这个一直生病的 结果就叫他生病 生病就这样 这样有没有 也有嘛 对吧 我们如果有一个人瘸腿的 就叫他瘸腿了 他名字不叫瘸腿 对不对 所以 你从他的名字来推称 可能这个儿子一直生病 还有一个儿子呢 是衰弱衰弱 哎呀 长不大 可能 人还没有撞过 就衰老了 所以取名叫衰弱 所以这不是他的名字 应该是他们的外号 所以这两个儿子 我们可以这样推称 这两个儿子是 长期生病 身体软弱 那么他们就以身体的情况 作为习惯来称呼他 那么我们从这些信息资料看来 这个家庭移民生活 可以说是非常的悲惨 原本离开以色列地 伯利恒饥荒之地 他们来到摩亚地 原来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哎呀 哪里知道在这里死了丈夫 死了丈夫吧 又死了儿子 所以一次 那爱米听见 说啊 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给一生列地 那爱米在苦难中 听到这样的消息 那爱米就决定 要从摩亚回去 于是他回去呢 圣经说他就慈陪两个儿媳妇 就劝他两个儿媳妇啊 你们就留在摩亚地 留下来干嘛 你们还有可以再嫁人家 你们还可以再嫁 可想这两个儿媳妇还是很年轻的 因为圣经说他们在移民地生活了十年 所以很可能两个儿媳妇还很年轻 因为也没有讲到有孙子 对吧 那这两个儿媳妇当中 那个路德呢 却是执意要跟随 婆婆在三的劝 没有效果 所以拿爱米跟路德后来 他们就一起回到原本的家乡国里 他们回来的时候 圣经说正是动手割大脉 动手割大脉什么时候呢 就是五月份 大概我们常常讲的五旬节 是五月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死去的丈夫跟儿子的女人呢 是没有土地的 这个上个星期 如果你听的话 我已经说过嘛 对吧 土地呢 是狼人继承的 如果他死了丈夫 如果有儿子 还没关系 儿子也没有 上个星期的那个寡妇 就等于会失去土地 那你看看 这两代寡妇 也确实 丈夫也没有 儿子也没有 真的 他们回来 也不能有土地的 所以 他们刚刚回来 也不可能曾经洒过种 所以他们是没有得吃的 那么他们回来怎么生活呢 他们可以依照神的律法的规定 神规定说 当田地里面在收割的时候 如果你的麦穗掉在地里头 你不要回去把它紧回来 这些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去紧 神的律法有规定的 还有说呢 那个角落里你搁搁搁搁搁搁麦子的时候 忘记了没搁 那就说不要搁 好得保富穷人 那所以 他们就照着这样的律法的规定 他们要去拾取麦穗 要做这样的维生 那么后来事情的发展 非常的戏曲性 为什么让大家后面又堵了头 拾取麦穗 这里提到本族人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犹太人当中的律法有这样规定的 哥哥使的弟弟要为嫂子生儿子 还要把儿子养大 将来把哥哥的土地归给哥哥的儿子 这是旧约律法规定的 那么他们可能更发展的 令亲戚 亲族的人 也可以这样子做 比如说属兄弟之间 表心之间也可能有这个责任 所以这里谈到 为什么是本族人 就意思表示说 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的 所以圣经说 路得趋紧啊 很巧 太巧了 刚好来到亲族人的地里头 还有这个族人的名字叫波阿斯呢 他还是个大财主 当然财主不一定好 越是大财主可能越吝啬 但是圣经中这个财主是好人啊 他非常怜怜人 他不但接受路得来使麦穗 这个波阿斯还交代自己的仆人 说你们不许 不许你们欺负他 自己的仆人可以说 你们可以一起吃饭啊 如果路得你口渴了 你就喝我仆人打来的水 你可以喝 波阿斯还交代自己的仆人 即使路得在捆好的这个捆子里 路得要去拿 你也不可以羞辱他 你要让他拿 波阿斯还交代自己的仆人说 你已经捆好了 还要抽出一笔放在地上 但他紧 你说有这样好的大财主吗 没有啊我觉得越是大财主越抠啊 对不对 所以真的他怎么会来到 这么一个好的财主的地里头去请 圣经说恰巧 那么圣经就取了路得为妻 生下尔贝德 尔贝德是谁 大卫的爷爷 你就知道这个厉害了吧 对吧 是大卫的爷爷 好 那么第一个学位圣经为什么记载这样一个从绝望中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样我们从经文一开始 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的 面对这地的生活 是他们面对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神就成为他们的诱惑 因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 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以为这个地很穷啊 加南人的物质生活刀 那时候犹太人只有铜做的刀 没有铁的刀 人家是高科技 所以这地的物质生活科技很发达 所以这些以色列民也想要过这样丰富的生活 所以他们拜谁拜巴黎 这就成为他们的诱惑 他们也很想拜巴黎去获得祝福 结果呢他们因为拜巴黎 就导致他们道德沦上 社会暴力频出不穷 还有很多违法的事情 不但如此 世面的邻国兴起成为他们的敌人 欺压他们 甚至成为梁参的伯利恒 也遭遇计划 伯利恒都遭遇计划 说明整个迦南地都是计划 所以在那个年代 神的百姓 他们不相信神会眷顾他们 因为他们刚刚进入迦南地 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生活上眷顾他们 他们可能也不相信 遵行神的律法会得祝福 他们也不相信在正式葬时的苦难面前 神会眷顾他们 因此他们就有人离开应许之地 他们就搬家他们就移民 所以这里就讲了 有人就移民到邻国磨牙之地 那么历经波折 神的百姓安女 在离开之后 经历那么多的痛苦 最后他从苦难中 他选择回来 他最终相信神的眷顾 但他失去所有一切之后 后来的 来路德记的故事 告诉我们 这两个可怜的女人 又得回一切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 我们的选择 哪里会跟他们相似 第一 应该移民就会相似 那么选择 也是信心的选择 那么我们要如何选择 如何做对的决定 就是说我们的决定 能合复神的旨意呢 我们先来看 第一 多项选择中 如何选 大家看一看 选哪一把钥匙 抽轻好不好 抽一下 好 弟兄姐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何选呢 选择四分神 所以现在弟兄姐妹 人生往往面对很多的选择 很多的选择也表示 你有很多的机会 在很多的选择当中 我们也总想找到 一个最好的选择 希望这个选择 能带给我们 一生美好的祝福 那么我们如何 在众多的选择中 发现最好的呢 什么样的选择 会带给我们 一生的祝福呢 弟兄姐妹 我们先来看看路德 做出的人生选择 我们要问路德 为什么选择 和婆婆拿而名 一定要回到以圣列地 伯利亨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她做出这个 精定的决定 就像她的婆婆 哪一米敬意的 你看她的婆婆 敬意说 留在你们自己的家乡 摩押地 你们两个儿媳婆留下来 你们还可以再去找新的婆家 你们再嫁人 以后还会生孩子 你们将来还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所以你们留下来更好 对不对 哪一米说 如果你们两个儿媳妇 要跟我回去 是没有盼望的 哪一米说 我都没有指望了 哪一米说 我已经老了 不可能我再有丈夫啊 假如有 哪一米说 我今夜怀孕 今夜就怀孕 如果我生孩子 他说你也不可能等到我的孩子长大 不嫁给别人啊 你看 假如哪一米今晚怀孕 对不对 第一趟没丈夫 假如有 要今晚怀孕 怀孕一定要生男孩嘛 对吧 生女孩也没有用 对吧 然后你还是两个儿媳妇 可能还得生两个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 你就不要跟我回去 你就留在这里 嫁给别人吧 所以哪一米再三劝说 其中一位儿媳妇叫 和儿八就离开了 留在本地了 但是路德呢 还是说执意要跟随 那么我们 第二姐妹 那么我们要问了 是什么原因让路德 执意要跟随 跟着婆婆有哪里好 对吧 你刚才一天是不是 留在摩押地 是不是更好啊 还可以再嫁人嘛 跟着婆婆 已经一个老人了 也不可能有丈夫 也不可能再生孩子 要生下的孩子才能做你丈夫啊 这是他们法律的规定啊 对吧 所以这个没办法的嘛 那么路德为什么要跟随 是什么原因啊 所以我们看 他究竟是什么要选择 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 在路德记第一章啊 如果你有经文的话 手机的话也可以打开 能不能把经文回到前面 路德记四四五节 或者十五节的那个经文 回到前面可不可以退回来 再往前退 那个十四十五 好这里开始 十五可以 好 那我先为大家读十四节啊 两个儿父又放生而哭 儿耳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耳米 然后拿耳米就说了 他说看啊 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 还他所拜的神那里去的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实能是你我乡里 不然愿也会重重的降伐于我 好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路德是不是说 哎呀为了尽孝 一定要照顾年老的婆婆 那你这样读的话 你一定是中国人 把中国的文化读进圣经里面 因为中国要孝文化 对不对 这个丈夫死人就不能再嫁别人 要手贞结 还要把婆婆养老 这是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里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句话中 有一句话很重要 我们能够发现路德究竟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选择 你知道这里话 你能找出重点在哪里 找出他要选择 跟婆婆的一个理由吗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其实这里有个主意 对对对对 就是十六节的最后就是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那为什么这一节是重点呢 以色列的神也和王 这是他的目的 那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以今天的背景来看 那么今天可以说 新约十大一个信徒在任何地方 其实都可以敬拜耶和华的 但是注意在那个年代 你要敬拜耶和华 你只有在以色列 除了那里 别的地方都不可以敬拜耶和华 任何地方都没有耶和华的祭司 都没有耶和华神的祭堂 都没有信计 统统都没有 所以你要拜耶和华 只要回以色列 然后在任何地方都不可以敬拜耶和华 如果他要留在摩押地呢 那也对不起 他只能敬拜摩押地的神 叫基摩 只能拜基摩神 如果在他们的国家信了耶和华 他的命运就很惨 或者他会被族人赶出去 这是最好的 甚至几乎的是 会被族人杀死 被族人杀死 因为在阿拉伯国家出生的人 一出生 你没得选择 就得拜阿拉 他们 伊斯兰教是这样的 那如果伊斯兰教要信耶稣呢 族人就会杀你 所以你在阿拉伯国家是不能信耶稣的 你要信耶稣或者是偷偷的信 或者你要离开这个国家 我最近去了西方亚 碰到我的一位曾经的同学 他在学校里曾经在 西班牙人的神学院当中 碰到一个非常穷的外国人的神学生 身上一封钱都没有 他碰到这个学生 原来这个学生是哪里来的 是非洲阿拉伯国家信耶稣逃出来的 因为他在那里要被他在家里杀死 他逃到西方亚来 因为西方亚有个陆迪的岛跟非洲很接近的嘛 他是这样逃过来的 所以你要知道啊 就是说我用这个例子来说 当时这个路德留在摩押 你就不能拜耶和华神了 他要拜耶和华 他一定要跟婆婆回到以色列地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找到了 路德为什么要跟婆婆 原来是为了这个 所以路德的选择 首要的就是选择敬拜耶和华真神 这是他的选择 他虽然知道跟随婆婆拿阿米 对于自己的人生啊 比如说跟了婆婆 他可能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再嫁人了 对不对 他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对吧 他这一辈子跟了婆婆 可能就要跟婆婆终老 对吧 他说嘛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我也站在哪里 你看他跟婆婆世上 以死去跟随 我宁愿死也要敬畏耶和华 拜这位神 其实这就是路德的选择 他即使生活上有损失 即使这一辈子再也不嫁人 他仍然要选择敬拜耶和华 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为什么要把刚才的经文读啊 其实这段经文也体现了 经守盟约的精神 我刚才读的是世杰 章中有一个字 叫做舍不得 我这个上面没有是世杰 那个舍不得那个字呢 就说路德舍不得跟台海里分离 那个舍不得这个动词就是表示 精定不移的爱 就是表示忠诚信实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跟守曰 守盟约是有关系的 还有十七箭 你看那句话这样说的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站在那里 除非死 那是你我相里 这句话 也是用在能约当中的 对吧 我们看我们今天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说 只子之手 与子偕老 对吧 然后只有十才能将你们分离 我们不是说吗 无论生病还是贫穷 永远不分离 是这样讲的 对吧 只有十 闻约就结束了 其实这句话里面说 十能使我们相里 其实就是闻约的用词 所以它以后加上那句话 愿尼尔华重重的降法于我 这就是古时候 他们立门约 最后是请神做竞争 谁毁了门约 神就要成佛神 其实它这段话就是门约 所以这样子呢 只有 这样子我们看啊 作者在这里 为什么写路德记的故事呢 其实作者用外邦人路德 对这个门约的矜持 是嘲讽了当时 以色列民背弃神的缘 因为当时以色列民 不拜耶和华 拜迦南的偶像啊 对不对 也嘲讽了伊利米勒 就是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叫做 地瓜语 地瓜语 不是地瓜语 大家听不懂 国语一下子怎么讲 公公 公公 公公公 所以伊利米勒呢 是犹太语的后裔 他住在以色列美好的应许之地 因为遭遇饥荒 这个饥荒 可能是没有下雨 也可能是 邻国的仇底欺压 他们就遭遇饥荒 因为邻国的仇底总是 你丰收的时候 他就来打你 对吧 然后他还把你的地 全部 葡萄树啊 橄榄树把你砍掉 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饥荒也有可能 使敌国来欺压 来破坏 所以他们遭遇饥荒的原因 其实归结起来 是他们背弃神的约 敬拜迦南神 那么在饥荒当中 以利米勒怎么选择 他选择为了 获得更多的财富 他要追求迦南人的追求 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啊 一个人有能力移民啊 他其实不是最穷的人 你不要说以利米勒没得吃了嘛 饿死了嘛 就应该移民嘛 神也不让他走啊 我觉得会移民的人是有情人 他是有资本的 把这个地卖掉去那里投资的 穷人才没办法钱的人 新出来的嘛 后来是中等有钱人再出来的 不是这样子吗 在八十年代 谁可以拿到 借不到十万人民币的嘛 移民其实都是有钱人啊 以利米勒不是最穷 他肯定有资本 他才会移民去投资 所以以利米勒的选择 他是宁愿放弃敬拜耶和华神 他要选择很多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命对信仰和获得更多的财富 有时候也常常成为我们两难的选择 是不是 要更多勤财呢 还是今天要来敬拜神 也常常成为我们的选择 所以透过今天的新闻 希望能够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是你人生首要选择的 你要事奉耶和华 这是你一生蒙福的心觉条件 好 跟旁边人讲一下 好 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进入第二个 我们再做选择 不选择原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 我要问为什么 好 我们揭晓答案 那律师你帮一下嘛 OK 让神来做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利米勒在遭遇饥荒的时候 他选择离开应许之地 去到拜偶像的国家 去到摩押 那么以利米勒应该和众多以色列米一样 在遇见饥荒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神秘境寻求答案 他们也没有遵行神的律法 而是自己直接选择去摩押的 那么弟兄姐妹 一开始我请大家注意 路德基的历史年代 是在世诗时代 那个时代世诗记说 那时以色列宗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那个任意而行 就是说每个人 照着自己以为对的去做 还圣经说 那时以色列宗没有王 以色列宗怎么可能没有王 耶尔华早就说了 我是你们的神 我是你们的王 那圣经为什么说 以色列宗没有王 因为他们不要耶尔华做王 那就个人任意而行 所以他们都不寻求神的引导 也不寻求神的话语 他们撇弃神的律法 说以自己认为更好的去做决定 其实神就是他们的王 他们应该听从神的指引 这样子他们在迦南地的生活 必然就会门神祝福 但是他们不听从神 就导致饥荒 也导致仇敌压 更导致社会堕落 我想大家对四世纪 是不是有一定的印象 我先提示一点点 比如说四世纪有个人物叫三孙 有印象吗 三孙力气大 大得不得了 他力气大 结果 让他照着自己的意识生活 他无视神的恩典 他的声音和婚姻很混乱 他想干嘛就干嘛 他其实不知道这都是神以他的能力 他要约束自己 不可以放哪些儿人的规条 他统统都没有手 还有一个呢 在立位记最后记载的一个 非常非常的事件 就是侍奉神的立位人 这个立位人取了欠 要注意啊 取了欠你要注意 中文的表达 第一个老婆成妻 之后叫妾 妾不是真老婆 对中国人还是承认的 一夫一妻子 他的一夫一妻子说 妾才是真正的妻子 妾就不是妻子 他是这样定义的 所以妾就不算了 注意这里经文说妾 妾就可能是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女人 可能就这样了 你看这是立位人啊 立位人是终身侍奉神的 不工作侍奉神的 但是你看立位人都取妾 圣经说这个妾呢 在她丈夫家里放了什么事啊 行淫乱 就离开丈夫 跑回娘家去了 跑回去呢 后来这个立位人 要把她劝回来 劝她回来回来 在路上走走走走 走到夜里呢 夜里就住在有个地方 叫基比亚 住在基比亚 一户人家家里 结果圣经说 一群匪徒围造房子 要立位人把她 要立位人把她交出来 她要跟立位人 立位人啊 跟这个男人啊 行交合之事 那后来这个男人 立位人没办法 最后把自己的妾交出来 圣经说 终夜被凌辱 直到天亮 然后这个女人回去 就死了 你看 这就是世诗时代的社会情况 和她们道德败坏的情形 这样的社会情况 应该我们在法国还没有败坏到 没有坏到这样的事情 对吧 当时可以坏到这个程度 所以那个时代神的百姓 是大大离弃神的律法 他们效法家男人的生活方式 他们根本没有尊崇耶尔华 为他们的神 为他们的王 所以你要知道 那个时代 道德是这样堕落的 所以 现在我们再看 伊利米勒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 他的名字很好听啊 他的名字叫 我的神是我的王 这个名字我想 就是他初生的时候 他爸爸给他娶了 对吧 他爸爸就喜欢 希望这个儿子 一生尊主为大 在人生的道路中 天从主的安排 一生行在神的旨意中 这可能就是爸爸的心愿啊 取名叫伊利米勒 但是伊利米勒长大了呢 他却自己做主 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 所以就导致 是他的人生多有苦 但是我们再来看 伊利米勒的妻子 拿尔米在苦难中 他终于有认识 他在里面认识到说 耶和华的手 他说耶和华的手攻击他 我们在经文13节目这样提到 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 甚是仇故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这是拿尔米说的 说他受的苦难 使耶和华的手攻击他 还有21节说 我忙忙的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一般不是这样 应该要空空的出去 忙忙的回来 他反了 我忙忙的出去 你看啊 伊利米勒不是最穷的人 人家四有情人 才会移民去投资的嘛 他才说 我忙忙的出去 却空空的回来 他空空回来 他怎么说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所以耶和华降祸于我 全能者使我受 这是拿尔米说的 所以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 拿尔米最终是认识神的 认识耶和华 仍然在整个世境中占权 拿尔米移民摩亚地 十年的使经历 对于这个女人来讲 心是死的丈夫 后又死了两个儿子 弟兄姐妹 十年经死三个男人 你说受得了吗 十年死三个男人 所以这是多么痛苦又可怕的事 所以拿尔米从苦难中认识到 是自己的家背弃耶和华 神仍然是借着苦难 来告诉他 你的家违背神的道路了 是神借着苦难告诉他 所以如今 拿尔米最后他要回头 要归回 他要让神做他生命的主 拿尔米回到伯利海 表示他这次要放弃自己做决定 他要寻求神的旨意 他要让神做他人生的主 做他人生的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要做人生决定的时候 你有寻求神的旨意吗 你是要自己做决定 还是要让神做决定 或者换句说法 你是愿意按照圣经中 启示出来的神的心意做决定吗 意思是说 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不一定神听听声音说 神告诉你 你去开这个订 开一定能做 不一定听到这个声音 我们基本上要按照圣经中 启示出来神的心意 你明白要透过圣经 明白神的心意去做决定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要请你思考 你的决定是这样吗 好 这是我们看第二 第三 假如我们做了选择怎么办 我们的选择到了 山穷水晶没有路了 就是说没有了选择 这个时候的选择 选什么 归回全能神 归回全能神 幸亏必是早点救我们 要不呢 我们就选择无路可走 那是不是要 要不去走别的路了 所以现在丘子姐妹 有时候我们已经做了 错误的选择怎么办 甚至已经会错误的选择 买了单 怎么办 还可以后悔再选择吗 我们可以走回头路吗 其实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 有 在全能神的手中必有机会 必有盼望 各位姐妹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当中啊 你要听我讲 你就不要手机打开看 如果你可以 你也可以用手机来看 你就跟着我的速度来喔 这段经文中有许许多多回 这个字 中文的回 比如说第六节 他就与两个儿父起身 要从摩亚地归回 其实归回就是一个字 归回 还有第七节 于是他和两个儿父起身 离开所住的地方 又回犹大地去 又出现一个回 对吧 第八节 哪里说 对两个儿父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又有一个回 让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 与我一样 还有第十节 第十节说 不然我必与你们一同回 你本国去 又有一个回 其实 你再读的话 十一节 也要回去吧 十二节 回去吧 十五节 又回去 十六节 又回去 二十一节 我满满地出去 耶和华是我 空空地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 全能者是我受的 好 我为什么读了这么多的回呢 就是说 我们从西伯来的经文看 我们现在读的是中文 如果是原文 西伯来文的话 这一章 一共出现十三次回转 就是回 中文翻译成回 出现十三次回转 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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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文圣经有些地方 是翻译成回 但是这个 从文学的手法来看 让读的人 在读的时候 常常一下 读一句是回 读一句是回 或者呢 那个时候大家 没有圣经的 只有祭司 或者立位人有 他们常常是听 祭司念大家听的 所以听的人 在下面 五秒钟听到一个字 回 过个七秒钟回 过个五 一句话 回 两句话 回 只听到回去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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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会听到这个字 这就是作者的手法 这叫文学手法 那作者为什么 用这么多回 这个字 很醒然 作者希望 大家听到 要回转 只有回转到神的面前 这才是你 没得选择 没得选择时候的 唯一选择 在神 在神向他的百姓 发出回转 这个呼声的时候 在这段经文当中 还特别启示说 耶尔华是全能者 我们在经文 在二十节 就说 南米 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南米 要叫我马拉 马拉 是苦的意思 他说 因为全能者 是我受了大苦 这里又提到全能者 还有二十一节 我忙忙的出去 耶尔华是我空空的回来 耶尔华降落于我 全能者是我受 即使这样 为何叫我南米呢 你看 二十节中二十节 出信两次全能者 那全能者 你不要以为 这个不重要 全能者 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 出信都不多 只有几次 但是他有集中出信 在一个地方 在约伯纪 苦全能者 在约伯纪出信三十一次 葬了整个旧约的 起码十分之久 那么全能者 在创世纪出信四次 我举个例子 创世纪是七章第一节 那时候说 亚伯拉恩九十九岁的 神向他醒醒 神称自己说 我是全能的神 为什么对亚伯拉恩称 他是全能的神呢 因为亚伯拉恩的妻子 已经老了 不能生孩子了 神说 我可以 但不会生的会生 神说 我是全能者 全能者就是表示 他会将人的无能 化为祝福 将不可能 变为可能 这就是神是全能者 还有在创世纪四十九章 雅各的遗嘱当中 雅各为约瑟祝福说 那全能者 必将天上所有的福 地里所产的福 以及生产如养的福 都赐给你 这是什么福 这是所有的福 天上所 不是从天上来的吗 对吧 地里所产的福 就说你种的麦子吧 你种的这些 橄榄啊 葡萄啊 都是地里所产的福 还有生产如养的社会嘛 不是现在科技嘛 所有的福 都包括进去了 说这些福 赐给你是谁啊 全能者 可以把所有的福赐给你 所以在约伯祭当中呢 约伯在苦难的挣扎当中 向神发愣 义人为何受苦 那里神醒明 祂是全能者 所以拿尔米提到 神是全能者的时候 祂从苦难中回来 必能使祂重新门扶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这个门是谁锁的 要找到那把钥匙 这把钥匙可以锁 这把钥匙也可以开 我们的神就是全能者 那个拿尔米就说 神是我受苦 那神也可以是我们 都是祂 祂有这个能力 所以拿尔米 选择归回神 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在祂没有难成的时候 是的弟兄姐妹 没有了选择的时候 回到神的命前吧 因为祂是全能者 祂是那把钥匙 祂可以光也是祂可以看 在祂没有难成的事 并且这段经文中也特别提到 神是倦故人的神 上个星期我们的那段经文 那个寡妇 大家也说 神是倦故人的 所以我们看 拿尔米他为什么回来 圣经也说 拿尔米听尽神 眷顾自己的百姓 这个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听尽什么 听尽那里做生意很赚起 我们听尽什么消息 听尽那里开餐馆 满得不得了 我们常常听这个 我们从来没有听尽说 噢神在那里有大大祝福 我们从来不会听尽这个 你们姐妹 你能够听尽神祝福这里的教会 你赶紧回来吧 好跟旁边有人讲一下 神祝福法国成观教会 神祝福法国成观教会 记着每个主日回教会 旁边是 人做选择的背后 是神在引导 好我们看一下 其实人做选择的背后 要相信是神在引导 求神在引导 所以弟兄姐妹 在四十时代 以色列进入迦南地 最初的历史阶段 那时的百姓 他们面对迦南地 丰富的物质生活 以及他们所拜的 生产之神巴黎 这个就会成为 以色列人其大的诱惑 他们当时进入迦南地 其实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 他们说在生活上 我们要敬拜耶尔华呢 还是在生活上 要依靠巴黎呢 他们后来觉得说 我在生活层面上 要靠巴黎 因为巴黎是风雨之神 那打仗呢 要靠耶尔华 因为耶尔华是 增仗的耶尔华 因为在旷野嘛 他知道耶尔华会打仗嘛 但是进入迦南地 以为他们拜巴黎 好的不得了 他们生活这么好 所以他们就把信仰分开来 生活上靠巴黎 战争靠耶尔华 所以你这样子来读四十记 你就读得懂 很有意思 对不对 他们拜巴黎的时候 神就把敌人兴起来 打他们自己 神为什么兴起敌人打 因为他们是 战争想要靠耶尔华的嘛 所以你会到了 世诗时代的营续 撒木耳时代 他们会排着约会去打仗 结果约会都被 他们以为靠耶尔华 是靠打仗靠耶尔华 生活败巴黎 那弟兄姐妹 我要问 请问今天 我们跟他们 有没有一样 身壮情 壮情靠世界的那一套 对吧 礼拜天 灵魂得就靠耶稣 所以这样子 对吧 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 一方面 世界上的生活 我们要撰情 我们要靠世界上的方法 但是呢 灵魂得就将来靠耶稣 所以呢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一周六天追求世俗 周日一天追求听活 但是我发现 我们就是周日追求听活 也不认真啊 就这一天来追求也不认真啊 有时候聚会 崇拜开始的时候还没来 主席站起来 要宣告经文 耶和华要聚会开始了 人还没来 我觉得你也 周日一天追求也不认真 还不要说这个六天 有没有好好追求了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但是路德记的意义 神要借着许许多多 同样家庭中的一个家庭 我相信 那时候有这样的家庭很多 移民的家庭很多 但是路德记用了一个家庭 透过这个家庭的移民事件 要醒明 神在所有的事情上掌权 神要告诉 这是路德记的意义 作者要告诉当时的百姓 所有的事情上 神都掌权了 忘事忘物的背后 都是神在主导 并且神的心意是 希望神的百姓 全心信靠祂 神是全能者 神是居很故人的神 祂必然为祂的子民 安排一切 预备一切的恩礼 绝不会使他们的生活 有任何的缺乏 弟兄姐妹 你要相信 你好好信耶稣啦 神一定会让你生活 没有任何缺乏 好不好 旁边的再讲句 好好信耶稣 神一定让你的生活 毫无缺乏 所以我们看路德记第二章 我特别读了后面两个经文 恰巧 你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 路德恰巧到了郭阿斯的庭地里 拾取卖穗 怎么这么巧 还碰到这么好的一个财主 并且这个财主还愿意取路德 对吧 你看第四章第一节说 郭阿斯愿意赎回路德 跟南安民所有的土地 他们要经过 比郭阿斯更亲近的一个亲属 要看看他是不是愿意 他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 把土地也赎回来 那么恰巧 神奇说恰巧 那个致敬的亲属 那天就经过了 然后郭阿斯就跟他讲 要不愿意 那个人说 土地我愿意 我是愿意的 但是还要把波阿斯路德也要负责 那这个我就不承担了 因为这个真的要付出的 你要生下儿子 还要把土地给他 还要给他养大 这个其实是付出很多人 他说这个我就不干了 那好好来说 那波阿斯说 那你放弃了 那我来做 所以下桥这个词 这个词很有意思 圣经其他地方 总是说 这是神的安排 这是神的计划 都是这样的 只有这里两次 全本圣经 恰巧只有这里出现两次 那我们有时候说 这个是运气好 对吧 我们常常说 你运气真好 干好跟上 运气怎么这么好 哎呀 弟兄姐妹 哪里是运气好啊 所以我们看圣经 为什么用恰巧来说呢 其实那时的以色列百姓 是不相信神在生活中 在人生的道路中 耶尔华会祝福的 所以你要跟当时的人讲 耶尔华会祝福你的生活 一切很丰富 以色列人不相信 他们会不相信的 比如说今天我跟你讲 神会祝福你 生活的事情交给神神 一定都安排 你也不一定会相信 那不相信怎么 怎么可以让你相信呢 神要想办法呀 想想办法 恰巧 又恰巧 哪有这么巧 都让你碰上了 所以这个恰巧的背后 都是神的安排 哪里你运气好啊 都是神为你预备的 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上周的信息啊 城门口相遇 巧得不得了吗 怎么可以这么巧 对吧 我们上次还分析过 那个耶稣从 那个加拜农到达英城 不可能是一天就到的 这个孩子当天死 当天就送账 所以在这个孩子死之前 耶稣就几天前就出发了 所以不是恰巧 也不是神不看过 神都知道 祂有祂的时间 祂有祂的计划 祂有祂的安排 所以我们要寻求神 所以神有祂的旨意 有祂的时间的 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祂会有引导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这样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择神的心意 神的引导 活在神的旨意中 活在神的话语当中 敬畏神做一生跟从耶稣 忠心诚信的门 就像路德说 我跟你 使你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这就是 跟随神的信心的盲约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我最后 我看到我自己个人 侍奉神一路走过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的人生会这样走 这样走 对吧 我也不知道我来到法国 我正式工作好像只有两三年 就说那个正式工作 有上班下班的 我只干了两三年 有人这样干过吗 对吧 我拿到居留之后 肌肉就拉断了 就没正经上过班了 那时呢 我去读神学 就让神就安排安排 让一个这样的人 能拿到神学硕士毕业 其实都是神的安排 还有一次 我在生前居留的时候 突然我在读经文 读到一节 诗评十六篇 第五节 耶尔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碑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第六节 用神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为好 这节经文是有一次 我要申请居留 透过一个律师 突然我读圣经 这一节 我读到下面了 他重新跳出来 我再回去读一读 那一次我跟立军讲 放心 居留一定拿到手 神也兼顶 不但给我买房子 拿到三个月 就可以买房子 不但买了房子 我知道神要把厂业 给我 是加美的地方 后来我觉得开教会 在哪里开 就在这里附近开 因为房子就买这里 后来真的找来找去 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找 后来还找到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都是神所赐的 都是神的引导 一路都是神的带领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 神总有计划 神总有安排 神总有引导 所以我们要行在 神的信义当中 好我们最后读一下 我们的结语三句话 我们要读一下我们的结束 一起来 一人生有很多选择 但是你先要选择的 是你和你的家人 要信靠耶稣赐奉神 这是你的首要选择 所以信耶稣主日 不要自己来了就算了 家里的人带过来 自己来家里的人不来 算什么意思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要把家里的人 都要带过来聚会 OK 做得到吗 你看这都在笑 笑是什么意思 做到 做到 OK 旁边的人说一下 把家里的人都要带过来 家里的人都要带过来 第二 发信自己选错了 没有关系 回到神的命前 全能者放土难为祝福 选错了也没关系 回来就好 第三 相信神在凡事上有主权 要立志活在神的心意中 神的旨意里面 让祂领导你的道路 好 吴通其力我们来祷告 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 我在神面前祷告 说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在你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 让我在你面前做合理心意的选择 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来祷告 你今天的信息 不知道你是以令以乐呢 你还是拿恩名的 你还是一个从前不认识神 但现在要跟随神的路的人 你在神面前细细的思想 如果你是以令以乐 你在神面前说主啊 让我早点知道我错了 让我回到你面前 主啊如果我是拿恩名 当然我不可能还没有他这样的苦难 但是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 你是将苦难化为祝福的神 如果你是路的 你就跟神说主啊 我也愿意像路的一样 我要坚定的跟随你 一生跟随你 我这一辈子认定你 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你负我全部的责任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不要让环境门闭我的眼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不要让环境门闭我的眼 不要让环境门闭我的眼 不要让黄言使我而发生 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 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 我要选择主的道路 放下为自己 留伤的权利 我要选择主的道路 来呼喊哈利路亚 �� writer 我彻底信使 一生赞美你的 我彻底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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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困难拦住我清醒 我要选择主的道路 第一个千万让我们去就跟说了 让我们对主讲 让我们对主来说 要选择主的道路 我要选择主的道路 来呼喊哈利路亚 我立定心志 一生赞美你 我立定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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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选择 你要做一个选择 走世俗的道路 世界的路 你要做一个决定 我相信神看得尽 我也相信 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 神会为你预备通道的道路 就像路德 像拿恩 总是那么恰巧 总是那么恰巧 神会让你遇见 你生命中 我们真正的大财主 那就是耶稣 那就是耶稣 那为充满灵敏 慈爱 良善 掌握忘有的主 祂会让我们 失去的一切 重新得悔 不但如此 会让我们更加分盛 我们要相信 我们的神 管你的生活 管你的工作 管你的生意 祂管你的家庭 祂还管你的将来 祂一切都管 你要知道祂掌握忘有 没有一切不在祂手上 祝我们谢谢你 你愿不愿意立定心志 认识祢 如果愿意 你自己在神秘境 举起你的手来 表示 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你举起你的手来说 主我会愿意 立定心志 认识祢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 祝你引领我们 做我们生命的主 带领我们 让我们从苦境中转回 让我们从困难中转回 相信你要华我的神 让我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中 行在你的恩里 主啊 请你来眷顾我们 恩待我们 看顾我们 谢谢主 主啊 请你来眷顾我们 谢谢 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来祷告 谢谢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立定心志 要跟随你 我们就像路德一样 也想打了你一样 我们回到你的命前 立定心志 跟随你 相信 你必做我们人生的主 你必负我们全部的职 我也相信 你是掌管妄有 运行万事的主 你会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主 主 谢谢你 祝福每一位 祝福我们 你怎样祝福路德 今天照样的 加倍的 祝福我们 谢谢主 我们主持祷告奉耶稣的祢 阿们 那弟兄姐妹大家请坐 我们把掌声给我们的主 好 大家请坐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还有 一个感恩的竞争 是因为上个星期的信息 在小组分享之后 他会来做一个竞争 做竞争之前 我说一个通知 下周的主日 会有李敬长老 就是我们神学院的董事 李敬长老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 然后呢 安排了三个晚上的同工学习 是周日的上会之后 有两个小时 周二晚上八顶到十顶 周三晚上八顶到十顶 就是我们会在这里的 我们那些教室里会学习 我是盼望 所有的同工 尽量参加 其他弟兄姐妹要 愿意参加的 那就 像邻里姐妹报名一下 我们也可以 像其他弟兄姐妹 也是可以开饭的 你可以报名 那四分的同工 我是希望你参加 因为李敬长老 不是他说这个人 他是太忙 请到他是不容易的 他的上课 我知道非常生动活泼 一定会给你有很多帮助的 以后名言能不能请得到 也不知道 就是说 我也希望你的生命中 能够跟他学一点东西 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再来通知一下 好 那么下面时间 先交给主席 主席来报告 来有静子 好 来有静子 来有静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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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彩床道真切 真财的分享 贝比也感谢神的恩典 大愿神祝福我们在住的每个利用之类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信念当中 有一个灵智的选择 虽然我们知道人生的短暂 有限 但是选择很重要 好 接下来有一个感恩的见证 我们晨熙阿小组 尹翠之类 他有一个感恩的见证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迎接着欢迎 掌声来欢迎阿小 弟兄姊姊姊姊 此刻不得掌握 四首的领忠 首是我们的预点 我们是将来的遗志 将来的喜乐 我们来的家庭 那是日文的马鱼 日本人是在古波 古波没早就没回来 在厨房里的书是在书上 我们去书上 到北线也有 在北线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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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书下北线也有 在北线也有 需要做 inhabit 住在北线 trä 在外面的互动 互动成为外面的互动 在外面的互动会员出了 卖鱼 这些卖鱼 卖鱼 这些卖鱼 证明 你自己的互动 将会员出了卖鱼 卖鱼 这些卖鱼 这些卖鱼 有些卖鱼 这些卖鱼 卖鱼 这些卖鱼 这些卖鱼 卖鱼 这些卖鱼 在某些年代家的为了 在那裡才是 情人 给予稳定无法劣 把予稳定了 乌鸵举在历程中 共感,愿意再地 每日都不知道 他们以为在乌鸵 我乌鸵的说法 他们在乌鸵家里 乌鸵家里的乌鸵家里 在乌鸵家里的乌鸵家里 迢鸵家里的乌鸵家里 我赌注于在乌鸵家里的乌鸵家里 就有一点比较紧别 因为我们应该会尽贤所有捧场 那一层没有cope头 就有了 就一个不不会了 我们应该会 我们应该有一定 在所有权里到所有 我应该照顾 是批佛的 就安逸了 你去盖古教来的 要把你带上去 走路上 你走着来 你走着火去走 你走着中去走 可能他就走着 所有我们的守护佛 旅客的佛 我扎了 旅客阿嬷 盖古屁股 穿起来 你就不够扎了 所有的讲理 原来我得到的佛 对吧 你逆到来 屋子要成功人家 都要乌子去世 没有守护佛 阿嬷 你上上来 上去上一层 你上去上一层 三個月以為我們不曉得 人家自民已經在地下 是多忙忙忙忙忙 還有其他官民和我長來講 和佛羅的口號 老婆也知道不曉得是在地下 當時不在地下 生日和國際國際社會都在地下 他們是貼圖的意義 當時自民在地下地下 在地下 日本日本的法國政壽亡 日本有個國的日本的大學 日本的大學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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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能讓你 別人越來越遠 但是在香港的開圖 我就在香港而開的出表 都在很多人 擔心很多人 他就在我家中的椅子 也就是在家中的家中 看來我家中的家庭 家庭的事 我肯定說是真的 我不是說是說的 我只想读着自己的意义 别忘了如果那个不错 我有些语物 这些语言能理 我们的目的东西 都是我的 我要再描述 再说 我这样肯定乱 刚才有一些 我认识 你钱赶紧 都不须 我爷爷爷 兄弟兄弟 习惯 我爷爷爷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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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习惯 习惯 我们在习惯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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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旗应该要拿来 我们不得习惯 习惯 我们在习惯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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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的派对方女儿还不需要来 说他们的女儿他在一起 那在一起是什么 人家跟日本人都在一起 人家跟日本人都在一起 在这些习近亿的不二女 跟同学有第二招 但是 她们都在一起 那在这边就毫 엉得了 他长得不过有柳名人 会对这样的地方 或者对这样的人 又有传媒上来 我的人都会有 helpful 是讲事闭嘴的 只是多人来看字 曾经被罗子出租 引起过来得很细备 以来得到区承认 线而得到对他们的 再以后的忘卖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人来教他们 阿板上就是派上来 派出去了 如果说那些人都没有打扫 因為我的心病也沒有看過 那些人令我看見他們現在 看見他們也未到現在 他們正在城 Wall Street 所以他們的醫治都不得了 我跟他們症悶自己也沒有 這些人有關 有些人在做事情 為個父母的家人 我們現在已經有三年了 人家在網上說 你怎麼問你 你問就在做甚麼 還有我們 那麽別人家的私立就能夠處理 那麽方佛的老闆 不過是這麽的路是要去 我們家的私人 現在是一個所謂的 師大師做了一個工資 從一家裡發光的工資 沒得過大家 我都用一費找 買一費找 結果一找 他們一處 他們也就一室就在這裡 不處理師大師做了一個工資 這麽要找女兒 找女兒也吃工 假製的文匹 背着工 背道师 背着帮人给这些人 那些公子 也得是乔工 习习习习习惠吧 不过今年的大人给徐志伯 能买你手带马鱼 也得有点难得 长来你年轻的马鱼 那徐志伯 大人都要买你手带马鱼 应该就是在国家一大人 有能处备讲的 我问马鱼 你也知道 刮起了许子棚 我都被我拿了 刮起了许子棚的很多股 我这些是掌里 掌里可能是在习惯了 像我比较整个人 只能够在那里 我可能是在习惯了 要让我伤得有肺股 有肺股 这些人就在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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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 女朋友都在习惯了 你也在习惯了 你也在习惯了 不能用习惯了 习惯了 所有瓜子用 习惯了 这些人就在习惯了 在习惯了 教育不过大力 不过我今天就在习惯了 我今天就在习惯了 也不在习惯了 这些人就在习惯了 习惯了 我们在习惯了 严肯都在习惯了 我们在习惯了 也不在习惯了 但是我们在习惯了 也不在习惯了 这个是不在习惯了 在习惯了 习惯了 就在习惯了 比较习惯了 比较习惯了 公子与一起 没有习惯了 是在习惯了 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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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习惯了 习惯了 每天早日有缺工 习惯了 俗教 每天的藏著幾名做幾名 舞蹈中的舞蹈 奇妙中的奇妙 美好中的美好 任意與我同舟 永遠是我教祖 詞曲 李宗盛 謝謝你最儘的今天才來的分享 神是奇妙的神 神是天道化的神 並且會超顧我們的俗求和俗想 讓神要祝福成觀教會 每個地獄姊妹都會經歷到神的恩典 經歷到神奇妙的作為 讓這個講台上每個主日 都要地獄姊妹能夠站在這裡分享神的恩典 接下來要給家事報告 祷告的事項請地雄姊妹能夠參加教會安排 入門祷告會 昨日中午的祷告會 入門祷告會是星期三21點到10點 實體祷告會就是昨日的12點45到13點45 請地雄姊妹能夠榮譽參加每次的祷告會 借著祷告 使我們能夠學習 來尋求我們的神 接下來我們一起祷告 祝福祷告 哈利路亞 親愛的聽眾佛 我們感謝我們藏門 謝謝你 大人的右手 突出我們下午的聚會提安過來 我們把一起的榮耀 尊貴全能都歸給我們的神 當然你的話語能夠錄織在我們的心中 刻在我們的身體上 研導我們走人生的道路 讓我們把自己的人生的祝福圈 完全交在神的手中 本事來認定神 認定神的帶領 使我們在生活當中 能夠活出神的見證 活出神的農民 同時求神也祝福我們城關教會 各樣的事工 在神的手中得以積全 使我們城關教會 真正成為這個時代的祝福 成為這個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照亮進出和遠出的人 使更多的人 能夠揮下主的臉下 主 我們謝謝你 照顧你 同時求你也紀念堅定 屬昌尉的每個六子妹 紀念你的仆人 辛苦的付出 求神 能力 恩典 夠祂所用 使祂今後的服飾 能夠帶出更大的國效 主 我們謝謝你 照顧你 因此時間的限制 我們的聚會暫時 搞個段落 神啊 祢真的聖靈 與我們同在 感謝祢 照顧你 如此教徒祷告 使用口耶穌領求 Amen